我怎么能看过这么多的火车头 竟然是在同一阵展览的里面 那样把这窗 哎呦 把音乐放大 噢 最大他打到过程是在西方 所以说你要把他打通的时候就好像 你要把他打开的地图 哦 好这叫什么名字啊 这个叫圆土草 对 啊 这边都是房间吗 对这都是房间 不可思议耶 你看这火车里面现在房间 我不敢相信里面的房间 没什么用 每一天都出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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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拍延场在这里 对 对 非常的 什么 百分之一 什么 坐火车是许多人共同的回忆 苗栗这个山多平原少的三层 曾经造就了旧山县铁路的发展 今天就来一趟铁道之旅 体验天气楼的悠闲岁月 好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呢 很明显就是苗栗啦 对 如果我们在的地方还不是苗栗 就很奇怪了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旅程呢 就要带大家去看一下 苗栗的铁道之旅 说跟火车站有关系啦 对 到底铁道上面 铁道周遭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地方呢 今天跟着我们一起走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到底铁道之旅的第一站是什么 但要不是让大家大开眼界的话 我们就不够厉害了 对 今天要来的这个地方是从国外国内外 大家都能够想要看到的一些东西 而且呢铁道迷也非常喜欢来的地方 我虽然不是铁道迷 我虽然不是铁道迷 铁道迷 但是我看我都觉得 哇 眼睛为之一亮 哈啰 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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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哥 你好 你好 这是刘小弟 这刘太太 欢迎欢迎 指问 指问他其实本身呢 在这个铁道局工作已经有将近 38 38年 等于青春岁月就花在这个上面 对 这边是铁道博物馆 是 在我们身后看到的就是火车头 对 这里 我刚一眼看过去我真的吓到了 我怎么能看过这么多的火车头 竟然是在同一个展览的里面 对啊 为什么那么多 对我们这里呢是目前台铁来讲 整个车辆展示区里面 车辆展示这个比较齐全的一个展览 这一台也算是很古老的嘛 它会放在第一台应该也不容易吧 这一台是CT152 C型的动轮呢 它的直径比较大 大概有160公分 因为直径越大 转移圈走的距离越长 我们换算成速度呢就比较快 所以我们这种呢 早期在拉客车 是快车了 拉客车 大概以前最高速度是到每小时85公里 早期最多的时候是43辆 这里 43辆 那现在其他的呢 七火车头呢 都报废了 好可惜喔 都可以去看一下那个D型的这个车 好 我们看这个D型的 这种DT561啊 按照铁道迷的调查呢 它是这种车型呢 这一辆是世界仅存的一辆 各位 世界仅存的一辆 那铁道迷调查呢 这大概有多少年的历史呢 它是1920年的 它的动轮的直径就比较小 大概110公分 本来早期我们这种的特量呢 可以大概拉到20辆 20辆 但是呢 它的速度就比较低了 是在货用 在货用的 拉货用的 我们早期台湾属于一个 劳力密集工业 是 劳力密集工业就是 工厂的毛利率比较低 比较低 政府为了要扶持劳力密集工业 就是因为要把它压低 因为要压低呢 就发展了那个D型的车辆 刘主任告诉我们 这辆DT561可是大有来头哦 根据日本原型车调整设计 并在美国生产制造 成为台湾特有的车型 当初共有14辆 虽然轮进小速度不快 但是牵引力大 因此是载货的好帮手哦 博物馆内可说是卧虎藏龙啊 除了有机车头 车厢也包含了俗称台车的转向架 大小车辆分裂排开 毫不壮观哦 像这辆编号28号的机车头 就是阿里山森林铁道 三骑缸28吨的蒸汽机车 1913年制造 特色是驾驶座在右边 并附有邮件箱 兼做邮递的工作 其他还有外形像玩具的台塘巡岛的公物车 台铁最早的裁电动力机车等 都可以在这里发现他们的踪迹哦 火车庞大的身躯 给人的感觉就是稳健踏实 如同铁人的盾牌一样 护卫旅客的安全 无论到哪都可以平民安安的回家哦 这个整个全部里面 你觉得哪一台火车头是最珍贵的现在 最珍贵的 这一辆最珍贵 就这一辆 DT561 为什么 目前连它这个生产的美国科尔拉马公司 它都没有保留到 哇 也就是说这一辆呢 可以说是世界仅存的宝贝 就只剩这一台了 哇 太珍贵了 哇 所以如果世界各地来的朋友 是这个铁道铭的话 所以一定要来看一下 我们看哦 刚刚我们看前面是CT嘛 对 这也是DT嘛 DT嘛 C跟D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对 这个T呢 代表Tank 后面有一个美水车 我们跑长途用的 我刚刚讲说苗栗跑到基隆 要用到四公吨 对啊 那么基隆休息两三个小时之后 它要回来也要四公吨 对 所以它这个美水车呢 大概下半段呢 装了十公吨的水 上半段呢 就装了十公吨的煤 煤 煤 一个是要烧煤 另外一个就是水 就是给这个 用煤的人喝的 所以你要带这么多 煤水喝 不是啦 那水要干嘛用 我们蒸汽火车头呢 你看这个圆圆的 整个都是锅炉 整个都是锅炉 所以它需要水在里面 我们锅炉呢 从驾驶室一直到最前面呢 对 都属于锅炉 燃烧的时候呢 它把水呢 加热 加热到达沸点以上的时候 它产生蒸汽 这蒸汽呢 我们就儲存在这个 这个我们称它为气包 当司机人开车的时候 就打开蒸汽阀 让这个气包里面蒸汽 来到这个气缸 是 我们气缸里面呢 有一个活塞 蒸汽从这边进来 它就把这个活塞往后推 蒸汽从这边进来 就把活塞往前推 蒸汽不断的进来 它这个活塞就不断的前后运动 这就动了 这种前后运动呢 我们经过这些连杆 对 这个红色这个就是连杆 连杆 连杆到车轴的中间 你看我们这个车轴呢 是一个偏心轴 对 它会把活塞的前后运动 变成车轴的旋转运动 它的力量就是这样来的 这时候它的燃料都是用 煤炭 都是煤炭 都是煤炭 就是说有人就是要用煤气去 我们苗栗 现在还有保存一个 全国仅存的一个投煤链银厂 这是我们的投煤链银厂 高发文物室 早期我们在这里呢 所有的火车驾驶人员 是 都要经过这个投煤链银厂之后 才能够上车 这两座呢 是1937年建造的 那这个是那个仿造 整个锅炉的形状 我们在这里训练 每一个受训人员在这里 大概要把半年的时间 OK 我们要把它训练到 半年喔 再把它训练到14分钟 能够单手投入365公斤 哇塞 14分钟要投300多次 而且都要投在这个点对的地方 是不是 对 来 主委 你先来示范一下 正确姿势 你以前真的有弄过这个吗 有 1的位子 2的位子 2的 3的位子 2 3 4的位子 5的位子 6的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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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真的是中了 8的 8的 好 好 好 这个厉害喔 我 我是 好 先这次先算试的好不好 这有没有铲子被撞快锅 有 是吗 很远的 欲速折不打 有热 有热 的感觉 哎呦 你来看嘛 他把这上面那张细细的 你看 会弄跟不会弄的差别就是 在我们以前训练的时候 14分钟你如果真的进了 不一定合格 是 因为我这个每一斗是400公斤 是 你投了360厂一次一公斤 后面要剩下40公斤 对 差异太多呢 表示你的一场不是一公斤 只有一个办法 继续练 就是半年之内呢 把你练到手长茧 像这个岩翔这里 练到长茧 把你练到你这个握力 像捏的一样 捏着永远不会掉 刚刚撞路们撞的蛮用的 你看 岩翔都给你撞歪了 我们是空有蛮力 但是还没有到这个有技术点 我们绕一绕 这里面还有 所以 这边很多东西可以看一下 除了投媒练习之外 这里还展示了早期台铁工作人员的制服 沿袭自日剧时代的设计 有着军装严肃与单调 和现在的制服比起来 别有一番风味哦 制服也有分男女 像BB戴上随车服务小姐的帽子 是不是非常有韵味啊 我们就好像随着火车进入时光隧道一样 眼前的一切都刻画着历史的痕迹 让我想起一首童谣 火车快飞 火车快飞 越过高山飞过小溪 不止走了几百里 刘主任似乎听到我们的心声了 正准备带我们去见证另一下历史遗产 我们去看看木造客车厢 木造车厢 意思是说它真的都是木头做的 它是除了车下的车轮车架是平的之外 是 从车皮 地板 座椅 行李架到 全部都是木头 统统都听 真的哦 这间外形古朴的木造客车厢 是1921年在日本制造的 走进车厢就有一种置身在老电影的情境中 不自觉地浪漫了起来哦 Baby 别急着浪漫 这里还有非常体贴人的巧思设计哦 像是车底的风扇 遮阳用的双层百叶窗 灯泡加装防撞铁网 窗上的挂衣钩 制杯架 防风玻璃窗 还有遮阳帘 原本以为是现代的产品 却早就应用在大众运输系统上哦 也难怪台铁要将它当作文物收藏 永久保存成为时光之旅的活教材 我这样能够铁道迷看的这个也很喜欢 就算你不是铁道迷 你看了也觉得很新奇吧 就像我一样 有机会来试试看 你手被力量不够不够 谢谢哦 主任 那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玩哦 好 拜拜 老摩车燃烧一生载运旅客 留下知性与感性的轨迹 是值得我们玩味的哦 我发个音不行吗 我们看到我们周围非常的古早味 对啊 奇怪了 感觉好像来到日本时代很多这种日式建筑啊 怀旧的味道 因为我们来到了盛兴车站 那边有位先生 你看 大概就是铁道区 我想说 请问一下 那个盛兴车站的历史大概是 先生 先生 他只是说告诉你这里禁止吸烟啊 其他我们到里面找看看 来来来 欢迎欢迎 主持人 你好 你好 欢迎欢迎 先火车站 你好 是不是 这是我们协会的总案室 总案室 我叫胖兵 你好 服务太太的对啊 对对你好 今天我们来到这边 想要知道一下这个车站的背景跟历史 让大家来这边玩的时候 不仅只是看历史这个古迹而已 还能够知道从何而来的 车站的主体啊 这个是 日本时代所建构的 对嘛 是不是 对已经有103年的历史 它不光只是有日本文化的元素 也有我们铁道文化的元素 更有我们客家文化的元素 三合一啊 三合一的元素 所撞起出来的火花 我告诉你让你们看不完 我们往里头走 三位一体 我们往里头走 来 在这边买票 是 在这边等车 前面是夜台 哇 这椅子看起来都已经好老了 很老 这个都有100多年的历史 都100多年也没有犯过 这边都是古迹 我们能站上那个月台走一走看看 好 好不好 这种感觉很好耶 慢慢走 哎呀 所以像庭史 你说会复始的原因是因为将来你认为说一定还会维修起来 对不对 因为现在已经有维修了 那我们去年的6到9月就有四元院过 那就纯粹以观光为 是 对 为复始的一个基本条件 是 这样看不到 那就是我们的1号隧道 是 隧道 对 那是我们的时光隧道 那你昨天 这个是2号隧道 这是我们的开天隧道 开天什么意思 为什么一个叫时光一个叫开天 开天 这个是日本人早期 他们在打造这个隧道的时候 他们起的名字 叫做开天 因为大概是 因为这隧道它打造的过程是很辛苦很长 所以说你要把它打通的时候 就好像把天打开的意思 叫开天隧道 在铁道散步不容易 对啊 因为这个感觉起来 而且还可以走在山洞 你们会不会故意放到火车身 然后让大家吓一跳鱼的火吹啊 这个这个靴头很好 下次就啊 这个宜人节的朋友来吓一下 很厉害 这是我们开花的火车敌 火车敌耶 所以从哪个吹 这里 从上面吹 对 火车来的声音 有没有感觉 这语言起来可以骗人家说火车来了 大家赶快躲起来 像不像 好 好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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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台唯一让火车推回去再加速的折返县 在旧山县停驶后 成为山益最热门的景点哦 咦 我发现铁路沿线都有建筑物耶 就让理事长带我们去瞧瞧呗 这边其实在这里也是做了蛮久的对不对 我们这边做九年多的 九年多 平时的第二第三年就开始了 我们这边做完全是以铁轨 那个铁道的枕木为主 对啊我刚看到 对对 这些木头都很不容易啊 好我们找个地方来做做休闲一下好不好 好我们这边做好吗 哪边 这边这边这边 好来坐坐坐 好舒服啊你看 这木头去哪弄了 这就是标 这要标才有 我们这个一共用了三千 三千五百字的那个 整木 现在大大小小 现在拍锤啊 有钱都买不到了 对啊完全买不到 卖了嘛对不对 不标了嘛 标完了 他现在已经没有东西卖了 没有啦 没有东西卖了 你看标到这个真是不错 那还有火车头蛋糕耶 嗯 这叫什么名字啊 这个叫云童号 哎呦 我们台湾第一台的那个争取火车 云童号 所以弄一个这个火车在这吃起来好有味道的感觉 对啊 早起大不叫神仙 叫十六份 十六份 什么叫十六份 好 你知道一个稻田 竟然被你能够变成这么浪漫的地方 对稻田把它挖掉 当莲花池 是 马冬冬跟他long stay的时候也会来 也会来这边 对 你想想看 没想到那这个地方真的是著名 假日可是也是非常多的人 对 这巧克力做的吧 纯巧克力 小朋友看到可能爱不释手 对 很可爱 而且用这个花茶 水果茶 这个水果茶 这个是我们铁道之链 哦 老板我们请民为什么有铁道之链 对 很做作 铁道之链 不错 那这个呢 这个是水果茶 水果茶 对 所以我们这个都是以在地的水果为主 是 所以在这边呢 我觉得它很棒的就是 我们做的这些都是枕木啊 枕木的意思是 这现在想要都没有 我来的时候我就知道 这肯定有很多假日人一定会跑来玩 所以我上次来过一次 哦 你有来过 我来过一次 跟谁来的 教会的姐妹来的 那就OK 没有啊 没有啊 跟教会的姐妹来的 我怎么是一个 然后那时候哇 人超多的耶 爆满耶 这个铁道上 满满全部一排都是人 然后那个老街上面 也满满一排是公司 对 很厉害 逛了一圈之后 让你真正了解 这里为什么叫做盛心 早期它不叫盛心 叫十六份 啊 十六份 为什么叫十六份 好 你想了解是不是 等于说有人一次吃便当 可以吃十六份 对 这个是其中之一 之一啊 但是这是下掰的啦 下掰的 我们真正来了解 什么叫做十六份 因为这里啊 早期它有 十六个张脑辽 因此得名 叫做十六份 张脑辽 对 其实它是 哦 这里是不是 对 你们是台湾长大的小孩吗 对 是的 请问台湾精油 你可以列举精油吗 我知道 脑脑油 脑脑油 脑脑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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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一举看就四个 你一举反噬不是反散 哦 我知道 反噬还是 精油我比较 很少在跟人家推啦 很少在跟人家推 你常在被推啊 你常在被推啊 有没有什么精油 我快目精油 快目精油 快目精油 慢目精油 还有中慢精油 跟中快精油 你看又是蛾 再讲一耳 我马上可以再弄四个 这就是 从这边产出来的东西 是 好 那这瓶 大家比较少见 叫做硝南精油 好 对 硝南木的 是 好 这味道 你可以擦擦擦 你可以擦擦擦 可以擦擦擦 这木头味很浓 这怎么擦我整根块变木头 整个奋斗筋都在这边 嗯 这个就是我们国宝 牛樟精油 啊 这个哦 我告诉你牛 牛樟精油可以做什么 这是女孩子最喜欢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我用在牛樟罩里头 我告诉你 它可以让你火化肌肤 让你做到一个皮肤的新陈代谢 是 美妮器 好 那闻闻看 它的芳香 香到不行 感觉好像我要去泡澡了 对 好像就是 这个沐浴在大自然的森林医当中 这就是西太过 那块木它有分为 块木跟孔块木 它不同 它亮出来精油的 那味道也不同 换一只手看看 这个 这个味道比较清香 对 它味道不同 红块 都会在我身上 所以这就是16份的油 那混合做对身体 应该没有什么伤害吧 没有 没有任何伤害 你放心 好 这是大自然的宝贝 这样子知道我们盛兴的油来了吗 这样了解 原来盛兴之前是叫16份 是因为有很多 在做这个精油的一个产地 没想到台湾做的精油 是这么的杰出 原来台湾精油的故乡就在这里啊 不过李市长的秘密还在后头 一块块长得像木头的 竟然是手工精油罩 够创意吧 好香喔 真的猴子来洗也很适合 真的喔 猴子在来洗 猴子好像在洗 你这样怎么跟总干事这么说 总干事 他说你是猴子 好不好 OK 所以这是手工的 对 对 那其实我们台湾产的这个精油 对皮肤有很大的助力 所以它可以做成手工肥皂 让你在洗的时候 也对皮肤很有帮助 是 还有错 有这样的事情喔 那为什么还有这黑黑的花纹 黑黑的花纹 就是这个其实就是 棺木的异象把它做进去 有点像木纹的感觉 好棒喔 对 这不仅是送人或者自用 都感觉很好耶 对 漂亮 那我们跟人家有区别 是 就是说我们用台湾精油来做 挥别旧山线迎接新香机 老车站化身新极点 都是因为用心 你看我们左边 这就是传说中的龙藤断桥 哇 一点都没错 这个桥竟然是用红砖做的 哇塞 龙藤断桥 到底是什么游来 会叫这个龙藤断桥 对啊 我知道 这里一定的地名就叫做龙藤 对 那你这样我也知道 因为这个桥断了 对 所以叫龙藤 OK 走啊 回去吧 快要介绍完了 这个不好的导游就这样介绍了 其实龙藤断桥 它早期的地名 它不叫做龙藤 龙藤断桥 它叫余藤坪 余藤是一种植物 那以前的原住民和早期的客家人 用它来捕捉鱼 就是那个鱼网弄下去之后 会把它刺一点 它本身有一种类似麻醉的毒素 那种毒素刚好抓鱼很好用 这个倒像撑多久了 这个撑到现在也差不多快一百年了 快一百年 它都还没有倒 所以你看上面它跑的 就是跑的是火车 对 蒸汽火车 我们最有记忆的地震是哪一个 921 我们后面这一只 它是921才掉下来的 现在这个 对 它原本 它还在上面 921被掉下来 对 这么一点点 这小块 这只921的时候才下来 是 不然的话在上面 就刚刚好很可以称这样 对 日治时期完工的龙藤断桥 桥身是用红砖块搭建而成的拱形建筑 整座桥梁以糯米切砖 俗称糯米桥 桥长约200公尺 横跨渔藤平溪 桥面距地面有50公尺 是三线铁路中最高的桥梁 被誉为台湾铁路艺术的极平啊 可惜在民国24年 因关刀山大地震而断毁 现在只剩北端六座及南端的四座桥 供游客平吊纪念咯 帅啊 真的是 我们摄影师常常说 他在拍旅游节目 不知一拍到我 就感觉像偶像剧 Oh my God 绝美的艺术流芳百事 不朽的是坚持做到最好的精神 哇 这么漂亮的海景 该不会是到了海边的别墅吧 让我来告诉你吧 窗外的美景 浪漫的用餐环景 都不是电影中的场景 接下来的介绍 绝对让你大开眼界哦 在这个漂亮的海岸旁 是 很舒服 真的吹着海风 这边有一些木头的椅子跟凉亭 坐在这里看看海 心情整个就好起来了 但是你们以为我们是来看海的吗 是看海没错 但看海不是最主要的目的 而是要看看我们身后这边有没有 看一排火车 现在我们要去找这个老板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疯狂的铁道迷 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 走 你好 欢迎你们来 欢迎你们来到十连园 老板 你好 你好 前进 老板 你贵姓 我姓洛 叫洛十连 洛十连 洛十连哦 它就叫洛十连哦 对对对 所以这里叫十连园 对 叫十连园 老板 你给我们稍微看一下 介绍一下 这个火车都是你的 对 这是火车跟铁路级买的 哎呀 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来参观一下 欢迎你 这是一个民宿 还是一个餐厅呢 也有餐厅 也有民宿 今天我们要请老板 真的带我们好好来参观一下这里 到底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的 他为什么会完成 这么一个特殊的壮举 好不好 走走走 带我们参观一下 欢迎你们 这都是你自己整理的哦 对 我自己整理 这小桥流水都是你弄的 对 而且啊 这还有这个莲花园耶 对 以前是稻田 这里以前全部都是稻田吗 对 以前是稻田 很漂亮 你看这个莲花 哇 你看看 哇 这莲花是你自己种的 还是原本它稻田就是有莲花 没有 稻田种稻子 然后后来我把稻子不种了 再种莲花这样 一个稻田竟然被你能够变成这么浪漫的地方 对 稻田把它挖掉 我当年莲花池 是 这当初我要 如果我爸爸在的话 他一定会骂我 为什么 稻子不种就种莲花 对啊 他们的观念就是种稻子赚钱 莲花没有赚钱 但是他没想到 我卖莲花茶也会赚钱 这还可以做成 可以啊 就是晒干泡莲花 就是莲花茶 真的哦 一壶一百三 厉害耶 没想到你爸想不到 现在人家反而没有再买米比较多 对 是不是 那为什么一个做铁道 你想要弄出一个这样的环境 就是要让大家能够来这休闲放松 对 当初我一直想到像是 海边可以看 然后这边可以看棉花 是 没想到那这个地方真的是著名的 假日可是也是非常多的人 对 假日人比较多 哇 老板 没想到你爸爸想错了 谢谢 到铁门变成这样之后 生意变得更好 这边都是房间吗 对 这都是房间 你看这火车里面这样的房间 我不敢相信里面的房间会弄跟什么样 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对 欢迎你们看 这是客家风味 客家风味 这边是中国风 看一下客家风味 合适的 因为客家人都是住这种 合适的 然后那个啦 布啦 这是客家的布发布 对 颜色就会感觉这样的味道 而且这个非常适合这个 有带小朋友的家庭 一起可以来住这个 对 哇 现年64岁的洛老板在台铁服务33年 退休后因为对铁道文化有着一副特殊的感情 所以不顾家人的反对 不要下台铁退役的车厢 先开简餐厅 再接着做民宿 贝比 你知道吗 她的这份坚持 让反对多年的妻女转变态度 成为她得力的助手 一起打造一间间风格独特又温馨的车厢民宿喔 中国风 这中国风喔 哎呦 真是 感觉不一样 好像是双人的 两人房还真的是比较 而且还喜事 刚好我们新婚没多久 十年年 快三年而已 你这个有在用心耶 你自己设计还是找人来帮你设计的 我们都是自己设计 我有女儿有帮忙一遍 有研究 女儿是学这个的吗 她对 她有学美工 学美工 对啦 怪不得我想说 因为你的这个床单啊什么 挑的都很有这个风格 对 洛老板说 买下车厢后才是困难的开始 首先要申请路权晚上搬运 才能从高雄运回来 因为车厢长 还要克服种种路况 最后要请两台50吨吊车 将车厢放在定位 工程十分浩大 但是当每间车厢都布置得如梦似幻 客人很满意的时候 洛老板应该很欣慰吧 品味其实很重要 是不是 还好 谢谢 谢谢 夸想她她还不好意思 谢谢 好啦 不啰嗦看完这些房间之后 我想我们要好好去吃一下这个火车便当 铁路便当一定要去吃一下 要 在你的这个铁路的车厢餐厅里 好 走走走走 谢谢 来 在一个有无敌海景的地方吃饭 而且还是在火车车厢内 似乎只有在日剧跟韩剧的清洁厢才会发生 真是幸福百分百内 是什么样的便当让国家元首都难以忘怀 没想到今天我们在中午在这火车车厢里面 能用亲手做到吃到这个老板所做的便当 铁路便当 这铁路便当在火车上这样是这个感受 就对了 我们怎么有办法再得到呢 可以的就是来到这里 对 老板 是不是 是 你真的太用心了 来 请 而且这个便当的便当盒 就是以前铁路便当在卖的便当盒 对 那以前卖这个便当 吃完之后它还要再收回去吗 回收 还要再回收 它在车上就推这样子 对 再回收 太棒了 我们真的觉得太特别了 以前没有那么好是旅的 对 以前是旅的 现在来改白铁 对 白铁的 其实铁的比较好 那以前有什么口味啊 也是排骨啊 只有排骨 但不可能做成这么精致吧 对不对 你看这鸡排炸的 所以以前有鸡排吗 哇 高兴的咧 没有 以前就只有排骨 对对 以前只有排骨 而且呢 只有排骨就算了 它可能没有做得这么像的养生健康就好吃 因为我的是古早味的 你的古早味的 我来吃一下看看 怎么样 味道如何 非常地好吃 这是你做的和你老婆做的 而且 这个是泡的 都是我 煮菜的当然是前厨师的 泡 什么泡 就是泡排骨 腌制啊 腌制 这个排骨肉 这样很嫩 你看哦 你吃一口汗 这也是 你很饿 看得出外面 你的排骨吃得好薄哦 吃起来肉好嫩 那个部外传的 部外传的 部外传 部外传 对对对对 连老婆都不知道 她不知道 她不会啊 我老婆在教书她不会 很好吃 而且它是没有果粉的 没有 没有果粉 所以呢 这个吃起来整个味道非常地香 就是 对 就是这里 好明天的招财哦 是啊 给我约束 祇余缅团 你到底在收集什么 从 什么想到我都有 这个东西要去哪里收 跑苗栗线20年 跑12万个家 12万个家 20年 跑12万个家 马东东就说我们的排骨很好吃 嗯 哎 他有来到这边来吃这个东西有 有有 他怎么知道会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嗯 大概是 我也不清楚 没有 他自己就来这里玩了 对对对 哇不得了耶 你看 这个元首 有亲自清点的地方 对 而且这表示这个品味是很多的 而且呢 直接熬肉说这个好吃 那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一个火车列车 在这个地方 这人家餐厅根本做不到这件事情 因为我在铁路局上班 然后退休以后就想说 买个车厢回来这边做个餐厅 嗯 是自己的 圆自己的梦啦 我本来就有这样的想法这样 哇 退休之后还是念念的 对耶 我老婆说我去笑 我满了热情耶 铁路局有你这样的人工作 不太棒了 33年 我带你33年 你33年都做什么工作 嗯 从最基层做起嘛 扫地也扫过啊 嗯 都有做过 都做过 后来当到主管也做过 我真的还有随便的卖人 你知道吗 你知道那时候怎么买的啊 也是经了一番很 很多波折啦 他们都不愿意卖这样 对 当然不愿意啦 一般怎么可能 最后都克服了 对啊 有克服了 很远的 那个老婆没有很赞成 对 他们都认了我有点问题 对 那事实上你又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啦 哪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刚刚那个房间各位 你进去拿看 怎么可能 我来看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怎么可能会有房间在这里面 这么漂亮 要花多少钱跟多少心思 来做这件事情 没有一点疯狂是没办法 所以全台湾仅此这一家 能够做成这样子 就是起笑 我太太就说我起笑 真的吗 对啊 那我觉得这很特别 因为这是一个主题嘛 就有老板的坚持 才会有这样的主题呈现 让人家在这边享受啊 对啊 对啦自己喜欢啦 那我以前去学校上课的时候 有做过这种 你还有做过 八十几年有啊 你还有坐火车上学过啊 哇 你这个年代太妙了吧 对啊 因为我们家离那个学校 要一个多小时的距离 所以要坐火车 讲到这边 我一碗饭快吃完了 我吃不觉就吃完了 我的鸡排到下没吃过 而且它有一块就不见了 我偷走了 你怎么 赶快 赶快吃 如果你吃速度好快 我先把它偷走 鸡排怎么样 好吃啊 它味道 它这个腌的肉的味道 跟排骨肉很像 你真的很会腌耶 不一样 它那个腌制方法不一样 两个方法不一样 我带你偷偷告诉我 我不告诉他们 你怎么腌的 就用材料腌 我都没说题啊 不然我们待会去问他老婆 他说他老婆也不太清楚 不知道 真的啊 那你怎么会腌这个 我去学啦 我有去学 你有真的去学 你有 你坐这个火车喔 吃饭 你看到的还是海线喔 对耶 右边又可以看到山线喔 诶 这个风景是很特别的耶 对啊 你特地安排这样子了 对耶 这边是海 这边是海边这样美啦 对不对 因为一边要看海嘛 对 一边可以看看池塘跟山 然后经过这样的感觉 对对 其实我这边最大的职严是海 对不对 对 这样的餐厅在这边呢 真的是着实难得 要不是老板有点疯狂 人家觉得他有点 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嘛 但他是真正的铁道名 唯有专精的人 你来到这边 就能够玩得很彻底 你可以了解很多 有关铁道的事情 谢谢老板 今天让我们吃到 这么好吃又温馨的便当 又来到尝试一下 我们儿时的记忆 谢谢你 太棒 谢谢 精致的民宿车厢 怀旧的铁路便当 动动脑 生活变得不一样喔 在这老街上面呢 我们要来到这个地方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教会 对 听说呢 这个教会有一个很特殊的事工 是的 我们现在来这边找他们的牧师 那你看到这教会 发现 这教会 历史也有一段时间了 牧师你好 平安 你好牧师 跟侯 还兰飞 欢迎你们来我们这小教会 不要这么说 对 华牧师我们知道 来这个地方呢 这个教会 这是在条老街上面 对 对 是在老街 刚刚看到这个教会旁边 因为康里 以前这边也是有幼稚园 对 但是已经停了是吗 对 已经停了蛮久的 但我看外面有好多的这个 儿童的这个 游戏 哇 勾起很多儿时的回忆 这个教会大概有50多年了 对 57年 虽然在这个有历史的教会里面呢 有一个新的事工在这里发生 是吗 从牧师来 是什么样的 对啊 很特别了 牧师你带我们去看吧 去看一下好啊 好啊 好啊 那我们就过去啊 好啊 OK 走走走 到了 就这 对 就是这里 好明显的招牌喔 是啊 给我耶稣其余缅谈 给我耶稣其余缅谈 对 很显 很明显的这个道法 是 是啊 很难不看到这个大字 是 我们的信仰呢 就是非常的模糊 所以呢 需要有这么样子的一个广告 对 他们真的是很多人 真是第一次听过耶稣的 要引起好奇心 对不对 对 其实基督徒呢 在做很多事情要有创意 就因为在这个地方 也比较乡下一点点 对 虽然大家看到这个喔 这里确实这里最热闹的地方 对 对 这里最热闹 哇 这名字就叫做 迦南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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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人光滑站 太棒了 让人令人好奇里面到底是什么 是的 迦南美帝顾名思义 让大家就能够了解 这是一个上帝要恩典祝福的地方 好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 对 欢迎 你们好 这一进来看起来搞 感觉好像一个咖啡厅 咖啡厅 咖啡厅的感觉 是吗 对 这个小朋友读书的地方 然后这边可以喝茶喝咖啡 喝什么都有 有吧台就对了是 对 太好了太好了 然后可以看书 是 可以有一个放松的地方 同楼没有像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不用免费的 然后可以让人休息的地方 哇 这贝宾是谁的 我的 又是你的 对 对 还有那两个小的 那两个一男一女 这是我的 在这边真的是很人生的一个地方 对 对 贝宾你不要乱抱 两个位头很软 对 刚才在整修的时候呢 就有人说 你们这边开餐厅吗 我就说不是 有人说 你们这边是开医院吗 我就说也不是 在整修的时候有人问说 你们是开补习班吗 我说也不是 到底要做什么 我就说 你心里面有一种感觉 说不出来的感觉 想要去一个地方 去安静一下 那就是这个地方了 是 所以这边 除了这个交易厅之外 它还有别的课程 因为我看这有整栋楼 对 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 对 可以使用的 对 可以带我们去参观一下 有 你先看一下 你把小baby还给你家 好不好 好想抱 好想抱喔 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 这还有一个厨房 对 对 可以做妈妈厨房 妈妈教室 可以 对 开放的空间可以 可以吃东西 可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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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什么 这太夸张了吧 对 还有攀岩场在这里 对 哇 哇 所以这一层是一个运动场所 嗯 多元的一个空间 是 是 哇 这个墙是后来砌上去的 对 后来砌上去的 特地来做攀岩 是全家专门来设计成为攀岩场 对 对 那你还要有人去学这个确保 是吗 对对 这都要训练的 哎呦 牧师告诉我们 当初他一看到二楼房屋的结构 就决定要建造成室内的攀岩场 一方面让青少年有正当的休闲运动 一方面也让他们有机会接触福音哦 从他们矫健敏捷的伸手来看 牧师的心思并没有白费 这让站在一边旁观的跟红 迟迟不肯下决心挑战极限 Baby 你懂什么 我这叫做谦让 爬这个攀岩才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是来这里才学的 那当初怎么会想要来到这里呢 当初怎么会想要来 本身有跟教会走很接近 走很接近 我本来是没有在教会 你本来没有在教会 所以后来知道这样子 所以就会过来到这个地方 照过来 照过来 别说我不肯挑战 我这不就拿起球拍打桌球了吗 没有三两三 只能上两三 三两下就让对方扶手沉沉咯 咦 那怎么感觉像在欺负小孩啊 好了啦 Baby 不跟你闹 说真的 这里的场地真的不是盖的 桌子一收就是现成的舞蹈教室 可以对着打镜子收物主导 你瞧瞧 牧师不是也跳得很给力吗 热舞之后就是宁静时分啦 由牧师的大女儿弹奏一曲 牧师告诉我们师母就是一位钢琴老师 牧师当然不会漏气咯 你想这上面还蛮多东西可以玩的 对啊 让这些青少年或者妈妈们 小朋友们都可以来到这里来聚集 对啊 有些讲不出来的话 在这个地方很自然的 心门就打开了 对 就抒发出来了 对 因为有些你应该到教会的时候 他心没打开 进去他还是听不懂 对 对 对不对 如果他打开心来 你跟他分享见证 建立这个关系 其实是传福音最好的一个开始 牧师说他和师母怀抱一梦 从高雄北上经历水土 菜肴 气候诸多不符的炯状 最终成为客与流离的禅道人 为这三成的付出都是上帝的恩典啊 建立好关系就会发现需要 发现需要我们就为他祷告 是不是 他的心门就开去 神的力量就进入到他里面 最后他能决志信 认识上帝 再来为主做见证 这样一个循环多好 是不是 对 对 谢谢牧师的介绍 太棒了 嘉南美帝 谢谢 谢谢 让人来到这边 到得了一个丰盛的神秘 师比赵更为有福 嘉南美帝证明了爱的珍贵 有机会亲自去体验哦 这家店太特别了 对 它是餐厅又不是餐厅 是博物馆 又不能完全说是博物馆 对 我们进去看一看 走 老板 你好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找你 听说在苗里有一个狂人 这狂人不是说 他行为多么的这个嚣张 他有个癖好 有个癖好 喜欢收集 非常的疯狂 他收集很多各式各样的古文物 有关于客家的 是不是 对 苗里有客家的 听说这房屋是什么就是 民国26年新建的 有75年历史 75年历史 你以前就住在这里 就住在那边 这块有破掉 我把它保留起来 给客人看 921地震满全没有影响 但是我像 如果一般人收集 有些人收集画 有些人收集 有一些特殊项目 对 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 什么都有 已经研花缭乱了 从电脑雷射卡拉OK 到这边墙上古老的钟 我摆这一排 还有这个清朝百年衣服的挂 挂衣服 还有这个除菜楼 还有这个小电视 还有明星的海报 这谁 这谁 这谁啊 小燕姐 这什么可能是小燕姐 啊 张小燕 这张小燕 好辣 对 这是小燕姐耶 大家赶快看 年新的时候 小燕姐有走这种辣妹型的 就对了 老板问一下 那你到底在收集什么 说什么想到我都有 这个东西要去哪里收 跑苗栗县二十年 跑十二万个家庭四处 十二万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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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了多少件东西 差不多有十二万件 你这里摆了十二万件 你这里摆了十二万件 你应该摆不下喔 这里摆了百分之一而已 什么 你摆了百分之一 什么 百分之一 对对 这里是你的百分之一 这里其他东西耶 我今年还没建房子给他住 五成楼 真的喔 五成楼房子 总共用八百小货车 搬了两百五十车 两百五十车 搬了三个月 多少平成 大概 我全部都铁架 做到铁 太棒了摆 不然怎么摆 摆不了 摆不了 你知道有一个人 就会到你家里来讲说 请问一下 你家有没有什么老旧的东西 我可以来看看喔 你是不是就这样进去 对 还内心 对 刚开始 偷偷摸摸拿进来 还没有开心 不然脸皮比较厚了 都不会 家人有支持你 都支持 真的 我小孩子那些都支持 他连女儿像在美国 也在收集这些的东西 收集迪士尼的工展 所有的工展 三万家 他爸说好 没有你收 你收 去收 哇 他就去人家家里面 三万家 他没有那么大件 三十六件 那怎么运回来 从加州常问海运 海运 又在基督码头 这样卡车载回来家里 三十六件打开来 分裂全家发生一天 黄老板说 他的收藏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 到苗栗十二万户家庭收集 第二阶段 收集苗栗各摇场的精品 第三阶段 收集老陶氏的作品 第四阶段 收集收藏家前辈的私房货 第五阶段 才收集玩具 这真是要有很大的耐性跟毅力 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黄老板还说 有时看上一件收藏品 对方不肯割爱 他不惜花费 买下对方一车子的东西 只为了得到那件收藏品 因此藏品越来越多了 对了 差点忘记 这也是一家餐厅啊 难怪整间屋子菜香四溢 那我们准备开动吧 看了这些食物之后 我们发现 我们今天来吃的客家菜 其实不太一样 对 我发现这客家菜 非常的传统 春秋道有很多的面食 一起在这边 对 菜色是 全部都是 我儿子做的 就是妈妈很会做吃的 对 妈妈都是妈妈做的 有人来布置店面 有人做吃的 一家餐厅就这样诞生了 对 我们要从哪一道开始吃吃 来 你觉得呢 像这些古早三角盐 哎呦 它是传入地瓜 它是芋头跟地瓜做的 你说这个啊 帽型的 但是这是咸的 咸的可以 来 Vivi 水晶角 三角形很可爱 你吃这个什么味道的 它只是皮的这个蟹不一样 皮的这个 对 地瓜外 地瓜的 里面包的是肉吗 对 包肉 那这个也是 一头的 又上汤 又上主食了 好 接下来要介绍哪一个人 红烧牛肉面 红烧牛肉面 这么大一碗 哇 这边真的是手工 而且是真材实料 而且它的牛肉汤很浓郁 来 吃看看 不过了耶 真的 我听说不止你收东西 你还有另外一个小儿子也是 对 我儿子 对 来 哪一个 对 他收集什么 来 进来 他收集玩具 收集玩具 对 玩具是他专长 因为遗传的老爸的那个 坐进来一点 他对玩具很内行 好 那我们再介绍一下 这道是什么呢 这道是客家汤圆 是客家汤圆 对 这个汤圆 有耶 我们曾经有吃过 这个 WING的妈妈有做给我们吃 客家汤圆 对 如果我这样说的话 表示说你这个汤圆 肯定也不是外面买的 这个汤圆是我们自己搓的 搓了之后 等它干得差不多收 马上急速冷冻 很好吃耶 对啊 好 那这道呢 这道是我们的 因为我们小时候 我妈妈常常 就五六种呼菌类啊 一些乙鸡肉啊 还有 我们都养生的蛋 养生蛋 就是红人的蛋 这名字叫客家养生面 哇 这面这条很新爽耶 我爹的食材都没有放废素 他们是真的认真在这个食物上 对 而且这个很厉害 那是萝卜丝煎蛋 萝卜丝煎蛋 你看这个萝卜丝 是萝卜丝的萝卜丝 萝卜丝 晒干的和有机蛋一起打煎的 叫萝卜丝煎蛋 萝卜丝煎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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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是它的香油 而且我发现你们的料都是很多扎实 对啊 希望你来到这家店 能够来欣赏一下它的美食吃一吃 然后呢 不是欣赏 吃它的美食 好好欣赏一下它这边的 一些古色古香 它的琢瓷的古董 好不好 然后跟老板聊一聊 你会从人生发现 很多不同层面的想法 我今天就开了另外一个 原来也有这样的一家人 抓得到的片刻记忆 赤道的坚持传统 生活可以充满惊奇 今天的铁道之旅 我相信你应该也非常的惊讶 有机会来这边走一走 看一看 让你人生更加的丰富 我们爱情 玩出好心情 我们下次见 拜拜了 拜拜